西莱登政变这一棍不止打垮了西蒙政权 还打破了大马的政治框架 明天就是国会召开的日子 但今天的政局你搞清楚了吗 2月西莱登政变成功在没有经历全国大选的情况之下 让国家政权一手 当时候土团党的离去带走了大量的西蒙国州议席 导致西蒙中央政府垮台 接着多个周政权就像骨牌相应一样接连的倒戈 我们知道说谁能够取得简单多数州议员的支持 谁就能够成为新的州政府 而柔佛就率先打响了州变天的第一炮 2月26号当天 柔佛56名州议员当中54人进见了苏丹 结果国门在西蒙有人退党的出攻之下 以二喜多数票KO西蒙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马六甲身上 加州西蒙3月2号被国门已是七席 对西蒙是一席击垮 西蒙议员共四人便捷 3月9号轮到了霹雳西蒙倒台 州议会59席当中 国门拥有32个过半议席 雪上加霜的是 火箭和成兴党共三人退党 如今就连敦马的堡垒 也就是在这时期一直靠着土团党加西蒙 曖昧执政方案继续存活的吉打 也在5月12号传出了变天消息 36个州议席当中国门是宣称了获得23席的 那吉打州大臣穆克里的人马也倒戈相向 难怪他也会说2020年确实不是一个好年 看似是充满背叛的季节 目前元属西蒙的柔批甲及四个州政权 已经say bye bye了 虽然剩下的槟城徐兰儿森美兰相对的安全 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跳槽还是个潜在危机 以森美兰为例 只要有三名州议员是转割其他的阵营 森州政权将会易主 而且不要忘了 高级部长阿兹敏已经从蓝眼跳槽土团 会不会带走更多的蓝眼议员 还是个未知数 可是国门赢得了外征 却振不住内斗 近期土团党的基层就不满 利益分配不均 呼吁回归西门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声了 就好比在柔佛 原本是由土团担任周大臣的 现在却把位子让给了武统 当领土不断地被捧党占据的时候 哪一天一言不合 上演欲棒相争 周政权很可能就会被余翁得利了 加上敦马已经对首相慕尤丁提呈了不信任动议 直接挑战首相的合法性 而土团党最高理事会日前外泄的录音片段表明 同属土团的敦马和慕尤丁正式决裂 因此土团也未必能够吃到西门这一片回头草 但无论是国还是州 没有获得过半亿元的支持率 一切都是妄谈的 从数字上来看 慕尤丁和国盟目前掌握了113个国会议席 西蒙民心党和土团党马哈迪派系呢 则是掌握了107个议席 加上两名亲马哈迪的独立人士 这一场113对109的对战 原本预计在5月18号国会下院复会时候上演的 但这一天的国会却从一天变成了一个小时 而且只有国家元首开幕发表遇词 不开放让议员们进行辩论 这意味着西蒙将没有机会对首相提升不信任动议 不敢贸然召开国会会议是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缓和 还是担心巫统议员扯后退 临时变挂 支持敦马提升的不信任动议呢 可能只有首相自己心里有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